白無倚姪 有同學問顧問說 我們在練道宮的時候 有一個正缓呼吸 正缓呼吸是什麼 問得好 這在練功的最基本叫土吶 土吶叫做呼吸 那呼吸最基本的就是一般的就有正呼吸跟恍呼吸 所以一般来讲有几个例 当我们在静态的活动 比如说唱歌啦 睡觉啦 我们尽量用正呼吸 正呼吸说像你唱歌 你会吸一口气肚子鼓起来 吐起来 那吐息的时候慢慢唱歌慢慢吐 一吐吐吐吐 肚子都凹下去了 吸吐 吐的时候吐气的时候就凹 所以你要吸气吐起来 吐气是什么凹下去 就是我们叫正呼吸 正常呼吸 所以当我们静坐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唱歌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也可以 轻松走路 你都是什么样 用正呼吸 可是大部分没有练功的人 全部都是用正呼吸 运动的时候 跑步也是用正呼吸 可是当我们练功的 我们就知道阴阳 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阴阳要协调 所以开始我们就缓呼吸 有不同的 有人叫逆呼吸 逆过来的 逆像行使的一个逆 我们叫缓呼吸 缓呼吸就运动 所以你要出力的时候可以试看看 你自己公布站起来 所以你吸气 你的肚子都凹下去 所以你吸气 你看你的气都胀满在胸腔 吸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肚子都凸出来 吸气 这个力量就更大 你回去试看看 你自己试看看 但是我们练功 打太极拳 运动要力气的时候 我们都是缓呼吸 所以我们动功用缓呼吸 进功用正呼吸 所以缓呼吸 各位应该体会得到了 当你吸气的时候肚子是什么 凹筋气的 就这么胀满的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肚子凸出来的 就鼓出来的 这就是缓呼吸 所以在《马祖天上圣母经》 就叫缓斗饼 很多东西缓过来 阴阳缓过来 协调 所以有时候一天当中 我们在唱歌 平常静奏开会的时候 我们都很自然就用正呼吸 可是我们一段时间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在练功的时候 到工场的时候 练气功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缓呼吸 甚至我们在走路 运动我们也用缓呼吸 平常走路 我们用正呼吸 可是正在运动的时候 在练功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缓呼吸 然后今天正缓呼吸就做一个说明 当然在练功还有胎原呼吸 各种的呼吸 有机会再跟各位做分享 各位可以观赏我们大工的一些影片 以上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马子慈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